和尚目睹村妇产子 竟动了色心 法海经过紫竹林 嗅到一股妖气 开天眼查看 是两条修炼千年的蛇妖 正想施法 忽然听到女人的惨叫声 才发现有村妇在产子 而这两条蛇是在帮忙遮雨 感念妖一有灵 我佛慈悲 放他们一条生路 法海愿如此开怀大意 是因为昨天 刚收错一名小妖 世间百态人性丑了 她没办法插手 但斩妖除魔是她的使命 碰到个得道高人 云淡风轻的悠哉漫步 法海追上去 攀谈起来 老人说已修行二百年 实在不易 但被她拆穿 不过是个蜘蛛精 却在装模作样 拿出一波收妖 妖怪苦苦哀求 说常年拜于大佛脚下 性情温和 从不作恶 此次被收 前功尽弃 永世不得翻身 法海自然不信这鬼话 只当妖精狡诈 阵于塔下 一道紫光照拂在脸上 这是吸收灵气的佛珠 蜘蛛精并没有骗人 经此一试 法海沾了些人性 恪守色戒多年 如今又得见蝉子场面 久久无法释怀 心已乱 打坐之时 犯了心魔 身边围满了相貌丑陋的怪物 法海大开杀戒 将他们杀个精光 但还是阻隔不了心里的恶念 从入定中醒来 佛祖的今生剥落 不断燃起火焰 色界已破 修行受损 他又放了那蜘蛛精 可他的修为早已毁得一干二净 只是只平平无奇的蜘蛛 而两条蛇腰 也忠于炼化人形 雷雨交加夜 清白两蛇退去蛇皮 化为人形 看到人类沉溺酒色 小青蠢蠢欲动 一不避体地加入其中 蛇的身段妖娆 惊得一众看客看得吃傻 白蛇对这种声色场景并不感兴趣 反而是远处的颂读生 更令他在意 由过去 看到魏娇叔先生在上课 一表人才周正老实的模样 白蛇很是重音 偷看良久 算准时间 制造了一出偶遇 装作摔倒 被许仙一把拉住 两人对视 感叹这么美的女子 能遇见真是三生有幸 两人撑伞 范周同游 上岸后许仙将伞赠与家人 约好过几日来俯上去 碰面时 白蛇施法做雷雨 将许仙凌晨落汤鸡 借换洗衣服的油头 将人留下 眉来眼去几次 轻松将许仙拿下 两人结为夫妻后 白蛇带着小青行善积德 又是施法救水 又是开药铺救济百姓 得到民众的爱戴 小青见姐姐什么都会 也学着勾搭许仙 想尝尝七情六欲是什么滋味 白蛇看到后 倒也不生气 知道她是孩子星星 不跟小青计较 但告诫她要拎得清 不得纠缠许仙 后来两人在水里嬉戏 小青一时高兴 露出来大尾巴 被许仙撞见 吓得半死 慌忙逃离 恰逢端午 买了些雄黄 想测试下真假 却一路上都碰到 送礼物的百姓 感激白娘子妙手回春 她很困惑 摸不透到底哪个 才是白蛇的真面目 回到家 对白蛇的殷勤 百般抗拒 将她倒得酒 偷偷倒进池塘里 哪知小青躲在水下 误事后现出原形 撞见这场面 许仙彻底凉了 白蛇就负心切 跑去昆仑山找灵芝 药材宝贵了 惊动了法海 白蛇先行一步离去 小青负责拦路 法海倒是没有发难 反而提出 我愿意做我修行 答应只要乱她定力 就放她离开 我不定力而已 我怕你没乱 我自己先乱 小青真的在玩自己的尾巴吗 其实她在与法海息息 因为她的真身是大蟒蛇神 破了色界 干嘛 你心跳得很快 你输就给我了 戏弄法海一番后 飞速逃离现场 骄傲自己比姐姐还要厉害 连她不敢惹的法海 都败倒在石榴群下 小青又打起了许仙的主意 白蛇看见 要给她点教训 两人拔剑相像 小青倒行不够 败得彻底 乖乖低头认错 但白蛇没像以前一样原谅她 这是要赶她走 小青气急败坏 回到了紫竹林 法海知道许仙被两条蛇妖蛊惑 强行让她剔度出家 绝了世间情爱 白蛇要人 只身来到金山寺 求法海放人 小青顾念姐妹情谊 还是敢来帮她一把 两人见好话说尽 都不管用 干脆发动大水 来个水慢金山寺 法海自然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拿出法宝袈裟 你来我往 斗得死去活来 白蛇这时动了胎起 法力失控 大水冲向村庄 造成众多百姓无辜伤亡 孩子匆忙诞生 法海不敢相信 白蛇竟然真的修炼成人 心神慌乱之际 小青冲进寺庙 找到许仙 却看到她早已剔度出家 背叛姐姐 辜负她的一往情深 还算什么男人 法海为救孩子 改变洪水位置 谁知大水直接冲进了寺庙 白蛇也被镇压在雷锋塔下 等小青将人带出来 却发现在也找不见姐姐 一路之下 直接将许仙一剑刺死 她压根不配得到姐姐的爱 法海见小青犯下杀孽 抑郁捉拿 却看到寺庙的和尚 全被自己害死 自己也罪孽深重 又比妖好到哪里去 人是走一遭 本想感知人世间的情爱 见证稳满 却只得见人性的丑恶 这爱不要也罢 倒不如当条蛇来的逍遥自在